网红艳势甜点店带领荧光目前的观众朋友 一探台北市的友善店家 而来自韩国的网红明磊 对于台湾店家能够用韩文沟通 也感到惊喜不已 台北市的店家提供高达食物种类的友善方式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外旅客来台消费 今年我们也包括了日韩语的服务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台北市因为有你们 所以让我们台北更能被国际更看见 多层次的口味手工蛋卷 以及多重香味的金黄色的柠檬塔 桌上从甜点到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台北市从105年起开始推动台北友善店家服务 今年更推出日韩语系 希望能够让友善内容更多元 我们有在地特色 而且这些在地特色都是透过我们友善店家 给了这些非常温情温暖的拥抱 一起启动 今天透过台北友故事 推出六条主题性的小旅行路线 除了探索店家也能深度认识当地景点 人文故事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外籍旅客爱上台北 解藏花场报道